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Centino 郭靖彤 在這裏 大安在這裏 今天主題比較多 首先我們就要講 黑衣護工會主席余慧明 他說預示了自己即將會失業 還呼籲黃色經濟圈 在他失業之後 能夠給他一份工作 我們稍後說說這件事 再之外就是有傳這個社工界 因為公務員宣誓即將來臨 所以現在爆發一個辭職潮 究竟是真是假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澳洲呼籲在香港 擁有香港和澳洲雙重國籍的人 要趕快轉國籍 轉做澳洲籍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又有一個黃人走出來發新年財 這就是出名的黃藝人 黃中堯 究竟他靠什麼來發新年財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醫學會的會長蔡健 他又出來發一封 究竟他說了什麼 我們稍後看看 最後的就是一些振奮人心的消息 特區政府宣佈 圍著堅守我們香港的警務人員 即將進行一個受訓儀式 而受訓的人 個個都是實至名歸 究竟有哪些人會接受受訓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還有的就是 今晚年三十晚 我們今晚就會來個直播 和大家 預早迎接 農曆新年的內臘 九點半鐘 準時和大家團練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我們就要說 那個出名的 黑衣護工會主席 余慧明 最近接受了一個訪問 說到 他說公務員宣誓 將會即將來臨 因此 他也預視到 未來 醫管局的員工 也需要進行宣誓 而這一刻 醫管局的員工 暫時未需要宣誓 就是因為 現在的病情 還非常嚴重 所以政府 才未叫他們宣誓 所以這個余慧明就說到 我們醫管局員工陣線 全線的理事 如果一旦 要我們醫管局的人 需要宣誓 我們全部 將會辭職 因為余慧明說 現在他做的是一份專業工作 是為了拯救香港市民 而不是為了效忠政權 所以他就說到時一定會辭職 還說到 他辭職後 將會失去經濟收入 要求黃色的經濟圈 到時就給他一份工作 可憐一下 聽完這番話之後 那些黃印 就被他洗腦 因為從牌面上聽到 這番話都好像很偉大 不過實情就是 這個余慧明 之前因為參加過非法初選 而因此被捕 好老實說 他的入罪機會率 亦都是相當之高 與其 因為入獄 而沒有了份工 倒不如 自己辭職 好過 再加上 他只是一個醫管局 合約員工 還要不是前線那隻 他是負責搞IT的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 他代表著 整個黑衣護工會 做主席的話 對於他的人生來說 都算是一個代表作 以他那麼出位的言論 其實不論 宣不宣誓 他的續約機會 亦都是非常渺茫 倒不如 趁著自己還有少少政治影響力 說一番美麗的說話 留一條後路給自己 東山再起 從他自己說到 他說他現時做的是一份專業的工作 是拯救香港市民 這句說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人從來說話都是薄大帽 扮了代表 你自己 都不是一個醫護前線 你只是負責 做後勤IT工作 說到什麼拯救香港市民 做一份很專業的工作 而不選擇宣誓 你作為一個 後勤IT員工 用不需要說到自己 拯救香港市民生命那麼偉大 又扮了是醫護前線 就走去做這個黑衣護工會的主席 還說到因為自己有專業資格 所以不選擇宣誓 現在全部公務員 即將都要宣誓 難道只有你做的後勤IT才是專業 其他人就不是專業 醫管局 嚴格來說 其實都是政府部門 你出份量 都是納稅人給的錢 現在叫你去宣誓 效忠政府 不要反政府 有什麼那麼過份 這個余慧明 我自己就覺得 就可以跟另外兩個人 組成這個 搞事三姊妹組合 這個組合 分別就是有余慧明自己 以及 出了名的吳敏儀 和施安娜 大家看看 他們的款式 真的差不多 而且 他們周不時 亦都大搞cross over 就借著 那些所謂的工業行動 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 這個醫管局員工陣線 就在前年12月的時候成立 當時的會員人數 連300人都沒有 但是借著病情的進一步惡化 他們不斷煽動那些醫護去罷工 期間就不斷招收會員 就在他們的不斷煽動之下 這個黃黑醫護工會 短短兩個月內 就已經令到9600人成功入會 都不要說 他們的搞事能力低 不過 余慧明說到 他失業之後 需要黃色經濟圈打救 其實都是一句笑話來的 依我看 他很有可能 就抄回他們的好姊妹的舊腦 就好像 吳敏儀和施安娜 一個就是前度空姐 而另一個 就在九月的時候 被港龍解僱的空姐 不過這兩個人失業之後 反而更加專心做他們的政治工作 就拜了李卓人的門下 實行薪火相傳 繼續透過工會搞事 我相信 余慧明 他條路 都是參考 這兩位前輩 說公務員的工作態度 必須要效忠香港特區 這件事 他們的簽署聲明 要擁護基本法 在本月就戒滿了 但聽聞 在這個時期裏 社會福利界 就出現這個 辭職潮 根據本月的辭職人數 跟過去往年 2019 2020 兩年要做比較 同期 每個月就有 三至四人辭職 但本月就多了八個人辭職 而聽聞 有很多人也查詢 關於辭職的手續 他們說 身為這些做社署的人 他們要辭職 就有三個月的 notice 所以 確實的數據 就會在未來四五月的時候 就真的看到有沒有這個辭職潮 你知道黃仁那邊 當然是說得很鼓措 說得很誇張 又說 我簽這些 就分明是要我簽買新契 就令到我未來工作 很多法律責任 然後他們還說什麼 我覺得這句很好笑 他們還說 我出外面打工 都沒有那麼多約束 我在想 你做得你那個社署的位 就是因為你不想出去打工 你想吃鐵飯碗 你說什麼出去打工 你幫人 從有 你實實在在服務社 規服務老人家服務 若少 就行 誰說你一定要身為公務員 一定要搞事 你實實在在做 怎麼會有法律責任 好像那些 區議員 在投訴 說自己 身為區議員要宣誓 就有很多法律責任 政治壓迫 你真是乖乖地做區議員 那就沒事了 你跟進就行了 你怎麼都要打算要搞事 真的不搞事不行 你幫人 為甚麼他們 腦袋好像 穿著魔 滿腦子 都打算搞事 滿腦子 都打算反政府 其實就有些原因 當我們不似他的行為 我可以在這裏有個中肯一點的解釋 其實你做得社會工作的人 你的人 不多不少 你都有一件事叫做同理心氾濫 同理心這件事 是幾high的 因為有一種道德高地的感覺 即是同時間 他就會覺得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東西不公 他亦都 不能夠接受現實裡面的競爭 即是如果告訴你 為甚麼他那麼慘 因為他明明有機會 但是他不努力 因為他 現在有的所有東西 都是他自己拿來 因為這個世界 充滿競爭 太育流強 你選擇單純的時候 你不會被人 拿了你的機會 拿了你的資源 即是如果一個人 滿腦子都是這樣想的話 其實你做不到社會工作 因為我自己更加熟悉 就是我自己心理學界的人 很多做的心理輔導 精神科醫生 社工 這些 即是不同層次的 心理學界出來的職業 他們有不同層次的 知識水平和能力 但是他們都需要一件事 就是過份單純做人 其實就好像記者那樣 經常覺得 我要揭露這個世界的不公 我要揭露這個世界不公平的東西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很黑暗 我要揭露出來 其實有時候這個世界好地地 但是這個世界當然是充滿競爭 和泰若流強 和輸贏的 那有些人是 看起來很可憐 但是如果你很片面地 去和你心同情的話 第一你自己覺得有優越感 第二就是 有沒有想過 你也對一些努力的人 不公平呢 所以 永利元的老闆娘 那次跟我說 她說 她想自己掛錢 請多些 這方面的心理輔導 社工專家 來跟進那些 不入歧途的年輕人 即是那些黃人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他們 那 我第一時間跟她說 那些人不推她出來 再搞事 偷笑了 那也合理 我們看回數據 因為搞事而被捕的社工 數量都不少 我覺得 其實整個社工界別 都是要重新洗牌 所以我覺得 做得這些位的人 首先 他的工作的屬性 本身就是 很過分的反臨同理心 即是他人有些傾向 烏托邦 即是覺得 這個世界是可以 大家都和平共處 人人共享 什麼 但其實他忽略了這個世界 其實是充滿競爭 和要互相 激勵去進步 這件事 他們最抗拒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宣誓很重要 就在這個崗位裏面 你不要過分地 縱容自己的同理心 然後就過分地 妖魔化了這個世界 很多運作 競爭的東西 所以宣誓這件事 我覺得 是很重要 說真的 在外國雖然他們推舉民主自由 你試一下你做心理輔導 社工 推他出來 反政府 兩天內你被人蓋盪了 外國執法 這麼快 目前的情況 就是 本月八個人辭職裏面 有四個都是社工 不知道去到四五月的時候 這個數字和比例是怎樣 到時大家再慢慢看 帶大家飛去 世界各地環遊 從世界上看 今晚是年三十晚 過去一年大家都熬得很辛苦 今天就結束一下 國際間的五眼 勢力的形勢 澳洲這個地方很搞笑 最近又出來 又說 借我們香港的一些議題 借題發揮 香港現在說不給雙重國籍 大家很快點 就 cancel了你的香港國籍 然後就去入境處 申報你是澳洲人 還有記住 出出入入 不要再用香港身份證 不要再用特區護照 要用我們澳洲護照 這樣才可以明確列明你是澳洲人 如果不是 你就被迫要放棄 外國的國籍 我覺得這樣 英國那邊出了一些移民計劃 來去籠絡黃人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那邊前一陣子 又已經公佈了 2月8日還接受申請 開始 反而澳洲這個地方 還未推出那些濫民計劃 我們先不要說美國 因為美國那邊 首先他是五眼頭 還有他自己的移民政策 已經放寬了給很多 黑人 還有拉丁族裔的人 他不恨我們的香港黃人 我們先講講澳洲 澳洲他雖然在幾個月前 氣氛很濃烈的時候 都說過 可不可以推出什麼 留學 就業計劃 不如 給香港的人過去 但都沒有正式推出 澳洲 我們以前有一班人 是拿了澳洲護照和澳洲居留權 澳洲身份的 那幫人 全部都是 其實都讀過書 或者對社會有貢獻 有產能 有消費力的人 說真的如果 在香港 目前需要 在身份上二選一的時候 很容易少了一班 有消費力 和有生產力的人 那當然是大問題 因為澳洲這個地方 只有二千多萬人口 還要沒有一班 最主要賺錢的那班 你說多糟糕 還有他們也知道 很多人 去外國 已經跟以前不同 很少人 真的想在國家 留下 長住 很多人其實都是想 拿個身份 方便他出入去旅行 還有那個時候 有些人去留學 留學之後 可能留多幾年 來拿個身份 之後 大家都是想 回來香港發展 尤其是現在 大家應該更加把握 大灣區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經常說 你去外國還是去外國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覺得 應該去全世界都讀書 讀運 全世界行運 尤其是中學時期 我覺得應該去一下內地讀書 首先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搞定你手普通話先 不是怎麼 出來活 真是 接著到你十六七歲的時候 就去西方國家那裏 讀書留學 那裏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那裏有幾樣好 第一就是你去到那裏 全世界看你就是中國人 你要 懂得 去知道自己的中國人 擁護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保護自己的形象 第二去到外國 學識人要人自己的社交 第三看一下外國的真相 表面上包裝紙說到 很民主自由 很普世價值的背後 其實人家 老闆 執法部門 政策 究竟在玩什麼 是不是你心目中 人人都是這麼放任 還是其實可能人家還嫌不過 我們香港 還有外國 你才會知道 原來我們香港多姿多彩 城市是多麼乾淨 多麼方便 還有我們衣食住後每一件事 論質素論選擇 是比全世界人都多的 你必須要知道這件事 現在五眼的國家 我逐個來 wrap up 一下 過去一年之後 首先 英國就跟 歐盟那邊 吵到拆天 因為為什麼呢 歐盟那邊 原本就有個 很單純的理想 就是 以德國和 比利時的牽頭 就想 整個歐盟一起 統一地去買妙妙 和分配 讓大家看到一個團結的效果 但是 英國 表面上好地地跟他們合作 但是其實暗地裡 就想把牛偶的苗妙 我們自己先打 之後才分給你們 歐盟那邊當然是怒了 跟英國吵起來 要攬炒 我們無理都不可以有 那麼 歐盟那邊 就想 控制 在關卡那邊 做一些事 讓英國不要獨霸 因為他們有一件事 他們叫做苗妙民族主義 世衛 說不可以有苗妙民族主義 現在英國人就是在玩苗妙民族主義 這件事我們研發了 所以我們要先玩 你們要玩後 這樣 所以歐盟就難做了 因為 如果我在 北外爾蘭 撤關卡 就好像我第一個破壞這些和睦的合作關係 但是我不撤關卡 英國人又鼓滑 自己全部撤掉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新潮民 有一個很簡單的Solution 給大家 就是你們 欠什麼 買輝輝的錢 和買牛牛的錢 兩份合在一起 買我們中國苗妙的笨 加拿大那邊 就現在 就要圍起個城 因為 再這樣搞下去 真的不行 加拿大那個地方 我一向就沒有偏見 因為我自己在那裏讀過書 我覺得那裏 坐飛機遠 冷 生活比較單調 如果去清修 和去退休 去過 簡單的日子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但年輕人如果想在工作和事業方面有所發展 想薄殺的話 我覺得那裏其實真的不是很適合 而且你要增廣見聞 你要多些經歷人與人之間的磨擦 我覺得那裏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有些人就說 我在加拿大那裏很厲害 我可以創業 我的創業 加拿大人又Buy 那裏的華人又Buy 然後我在那裏成功做了我的事業 那你不可以找自己來做成功例子 一千個一萬個才有你一個 說真的如果你打一隻 一千人 一萬人才有一個康復的苗苗 你都不肯打 那你怎可以找自己來做成功例子呢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我覺得澳洲和紐西蘭 在五眼來說 其實是最安全的 澳洲為何到現在還有一點 少少不聽話的行為呢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總理Morrison 就之前站在那邊 站在Trump Trump那邊 就選擇用態度強硬來維持他的形象 那其實澳洲本土人 很多事情都不滿意他的 說真的 他身邊已經有兩條樓梯 一條就是紐西蘭和中國的 友好建交關係 還有他商貿部長已經跟我們的商貿部長 中國商貿部長 來緊密聯繫 有兩條紅地毯給他上台 那現在這個Morrison 因為他是19年當選的 他其實 接下來 2022年年初就要 去處理他的連任問題 所以其實他接下來今年2021年 就已經開始要著手 準備去 升級他的聲勢的工作 參選的工作 連任工作的了 我相信 他的情況應該會跟美國那邊有點相似 就是 他下台有下一個上任的話 他的選擇方針應該跟他相反 就是選擇跟中國搞好一些關係 所以接下來 跟中國關係好的兩個五眼兩個地方 就是澳洲和紐西蘭 紐西蘭 更加今年一年 2021年 他要搞一個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 他是主辦國APEC 所以他 第一個走出來 就說希望大家跟中國搞好一些 溝通關係和經濟合作關係 順便看看能否消化 澳洲一些流出來的行業 自己可以代回 一兩千億 五眼的事就說到這裏了 現在交給大眼說 最近臨近過年 黃色騙徒的手法真是層出不窮 就像這個大黃人 黃宗耀一樣 之前沒有工作 就公開講到 叫人給他工作 一直到年尾 都好像沒有什麼眉目 有 杜狗給了一份合約 還說要簽 不過簽了還簽了 沒有工作 那也算給了機會 黃宗耀 是呀 機會等到 錢就沒有了 所以 黃宗耀 他自己就想到 要出他自己品牌的衣服 再加上這個應節的利士風 希望過年找一筆 實行自己打救自己 他的產品出了兩天 網上已經說 賣光了 那他的產品有什麼 那麼厲害呢 首先看看他的利士風的設計 顏色灰灰白白 就如黃宗耀的面色一樣 上面寫著 手足代穩 字形上就用了金色 可能是寄語 手足現在灰到盡頭了 真的要站穩了 因為隨時跌鑊金了 另外 他的衣衣 找了他女朋友 一起去做model 拍他們自己品牌的照 這件衣衣的背面 就瘦了四個大字 就寫著手足不散 有什麼情況下手足會不散呢 我知道 分錢的時候就不散 分完錢也會散 我就覺得 手足不散是為什麼呢 就是齊齊進去坐 困住了 還哪有得散 散來散去都是那裏 所以 這個手足不散的寄語 我個人就覺得他其實 是一副對戀 這副就是上戀 還有一副下戀 他是不敢寫出來的 上戀手足不散 下戀坐下就關了 現在王中妖 背著坐入立法會的序 隨時 就要進去十年八載 所以 他坐坐下就會習慣了 但他進去之前 他都幾無良心 推出這個套餐 因為他這件衛衣 連著利是封 一設過賣五百元 裏面有兩件衛衣 加一搭利是封 收人五百元 還有 他這件衛衣 單件賣都要二百八十元一件 其實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 只不過售了幾個字 那擺明 王中妖出來掠水 而小黃人 我都高估了他們的智慧 竟然一推出 就立刻幫他搶購一空 還有 王中堯和支持他的所謂的消費者 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一些 完全違反我們中國人傳統標準的人 就好像 他這個所謂的手足代穩利是封 新年流流 整個白利是封 都會搶購一空 可想而知這班人 真是無藥可救 這班人的存在 簡直完全是浪費地球資源 而且他後面皮都說 賣出了這些衣服 那些收益會有多種不同的用途 但是就說到 首先會幫助 一些經濟上有困難的同路人 不知道會不會幫 一些走老過台灣的倫敦人 人家六年沒有收入 之前特首林鄭月娥 在答問大會提議 免考執業市 引入那些非本地的醫生 那這個醫學會會長 蔡堅 他就馬上走出來說偉論 方寫不知他弱智 首先 蔡堅他一直都反對 政府那些有效的醫療措施 但我們不明白為什麼 要做到這個醫學會會長 他這次說到 如果政府撤回 免考執業市引入非本地醫生這個方案的時候 蔡堅他本人 他又說可以再考一次這個執業市 還要考到合格為止 作為保證 你現在去賭錢 開盤口蔡堅 你不如說 如果政府撤回方案的話 你就由這個幼稚園讀上去 我覺得這樣更吸引 我也很想看看 蔡堅讀幼稚園是怎樣 蔡堅你這麼沒誠意的 你是就玩大一點 你說如果政府 肯撤回這個方案的話 我捐了整副身家出來 這樣也有誠意一點 不知大家想看他捐了整副身家 還是想看蔡堅長幼稚園讀起 我們新潮民 都在向蔡堅保證 如果你真的夠膽 從幼稚園開始讀起 或者小學 我當你不夠膽 我當你不夠膽幼稚園 小學讀起 我們新潮民包你一年的書保費 那書保費 不包校服體育衣 蔡堅好好讀書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壞人 我們說一些好人好事 昨天香港政府刊獻 向6名警官 頒發行政長官的公共服務獎狀 另外5位警官 是國家安全署 分別有蔡sir 蔡展鵬 國家安全署的署長 當然不少副署長的 Madam Lau 劉錫慧 還有助理署長 江學禮 江sir 另一位助理署長 簡啟恩 簡sir 最後就有國家安全署的高級警司 李桂華 李sir 大部份的警官我們都耳熟能長 而且他們都是一個共通點 就是什麼 都是因為守護我們香港 而被美國制裁了 這幾位國家安全署的警官 在病情之下 仍然帶領國家安全署 為我們香港 捉了漢奸走狗 實在是勞苦功高 還有壹哥 炳強 我們看新聞也看到 壹哥 在封區的時候都親自落到去 視察環境 去看衰民情 所以一於小利那些什麼美國制裁 無懼外國勢力 繼續堅守我們香港的法治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警隊的精神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 今晚九點半 我們的迎接新年 大團年節目 就會今晚九點半 到時就約定大家見面 節目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 拜拜 拜拜